软件跟不上啊 这个 好 再看这个是 鸡兵果冻说 本来我是支持中国铁路高速发展 那眼前这几事故告诉我们 我们的高铁远没有准备好啊 二十二一十一说 关键是铁路部门有没有认错的勇气 哪怕承认我们高铁技术是骗人的 只要是真话 大家都会心疼也会欣慰的啊 这个WZY啊 他说的在高速铁路这个自由王国里 不但我们是新手 世界发达国家也是新手 减速啊 这个放慢脚步 总结经验教训 以利在战 高铁也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 走向自由王国的发展 好 我们休息片刻 稍后回来继续变论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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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你慢些跑中国的铁路 铁路发展应该减速 我们看一下微博上大家发出的言论 德安军民说绿皮车时代就没有事故了吗 一群在散步的中国人对跑步前进的科技说 你们能不能停下来等我们 这实在是搞笑 应该是相关人员的素质和道德水平要增速 要不就是铁道人这些的素质回到了马车时代都危险 安基街道党工委说 当然不能停滞不行或减速 我们要更高效更安全的运行动车和高铁 不要退缩 就像中国大飞机项目 不能从运时到AG121相隔了几十年 三星LZQ说回归绿皮车时代 那么速度是慢了 生命安全一点 M16突击说你可以搜索一下 就是绿皮车时代 撞车事故也不少 这个不是个案应是体制原因 也要放下说速度根本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是那些管理者 真正把每个乘客的生命当回事 三国瑜老说 铁路发展的大跃进是促成GDP过快增长的一部分 既在保证数量的前提下 忽略了质量这次事故绝对不是偶然的 GDP增速需放缓 高铁发展也需放缓 LTTC说 高铁悲剧折射出是管理者思维的大跃进 有了高速硬件 却没有一只配套的高速硬件 软件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人才的缺乏 经验的缺乏 管理者道德的缺失是很恐怖的 牛魔王唱黄歌 不应当减速 我们不要因业废实 对事故要找出原因 加以改进 增加我们对高端装备水平 不要有点事就发牢骚 改革不到体制层面 还是任由铁道不成为国中之国 啥都没用 还到了很多这种体制的问题 你说体制问题 我就想还想说一个什么 就是这个工业事故 这个死亡的情况 根据国家去年的统计 2010年 就是说铁路 它也算在这个工业 安全生产这个统计里头 那么去年因为铁路 不说这一题 就去年一年 铁路这个造成死亡人数是1400多人 可是公路交通呢 是六万五千人 你就看这个这个差距 就是说那是不是公路交通 死了六万多人 是不是我们以后出门 不要做公路交通 就前几天 大家知道一个高速公路上 一个客车 四十多个人就活活烧死 那是不是我们出门 就不要做公共交通 尤其很多坐不起高铁的人 他是要做公共交通工具的 那么那我们不要发展了 还是坐马车吧 要不我们别出门了 我觉得你这歪理 你在讲的 我们讲的不是说 这些事故发生的 多少来判断安不安全 是可避免的要避免 讲到这个概念 就我们尽最大努力避免它 而不是说 这相比另外来个 这1400啊 不够多 多十几个都没问题 不是个事 要避免 避免不了的没办法 是吧 首先这可避免的 那里面就是人为的因素 可能重要 技术 是不是 这个安全 这个意识 刚才那个海波讲到 对那些没有在这种事故中 直接受影响的 马上要上路的人怎么办 他们要赶 要赶到出差 对 这里面就是一个全民意识的问题 就对生命的尊重 和生活的意义 要重新认识 除什么 是不是 我感受到这是干什么的 是为了多赚两分钱呢 还是为了我幸福 增加0.2个百分点 就我觉得这个全民意识 从安全 到人生意义 都得要一个平稳的看法 还有一个是国民性的问题 人来认识很虚的一个概念 中国人什么都喜欢赶 这次的一个案例就是说 这个司机 比如说要三个月完成训练过程 那么我们说 十天天就搞成 这个当时是一种 我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时期 很多这种 我们就是多快好赚 我们就一下就成功了 没有事故发生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是好事情 就与我们这么的厉害 现在有事故发生 才会有人去反省 但这里面就是我们一个国民性的问题 中国有必要这么赶吗 这里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中国不这么赶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欧洲 欧洲为什么那么多人上年游行 忍燃烧瓶啊 它是因为它的生活水平下降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可持续增长 不管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七 百分之十 不管是什么 没有这个增长的话呢 一旦出现大量的失业队伍 一千万人全国的失业队伍 这种队伍对社会的冲击呢 更大 刘伟说到这个上届生活水平下降 你觉得是人的性命重要 还是说一个生活的质量的问题重要 这个是不能这样子来进行比较 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问题是 比方说如果他要求是多长的时间来进行测试 然后人才能真正的当成一个商业运行来做上去 如果你这些东西节省了 你觉得对自己有信心 然后你把这个速度快放在最前 放在这个安全性 因为安全性很多时候是很保守的 在很多人看来有的时候 你就简直是浪费时间嘛 有很多时候你就是不需要怎么样来做 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管理 中国人已经受不了慢了 对 大家会觉得没必要嘛 你们太慢了太老了 然后一切的设施都没有 而我们在中国什么都有 但是在中国的那种发展的背后 是要去抱着我们生命的威力 从食品安全开始 到现在交通安全 到教育安全 就是我们的意志一定要改变 就是不能那么什么 就是快就好 这个真的 我觉得说这个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 我谈谈这个实际事情 中国的这个客云量 2010年大概17亿人次 17亿人次 客云收 客云收入啊 250亿 从这个经济收入来说 我们现在投入的那个资本 和固定投资 跟250亿的收入是不匹配的 我们砸进去的钱 现在是两万亿啊 保守估计两万亿 两万亿砸出个250亿来 你想想看这个是可怜的回报 这个具体的到你比如说上海那个持权福 当时的投资大概150亿美元 150亿人民币 现在大概是2000人做 2000是他60块一张票 那是算出来的 因为12万块钱 你想想看那个150亿怎么收回来 就我们这种高速度啊 快速的发展的体路 讲不讲效应 太超前了 太超前了 你讲到经济的问题 就高铁这个经济 他我们也没有经过很多的认证 也没有很多的数据 他到底能不能实现 我们所期待的说 他真正带动我们的 对付费费债率 包括他对这个经济的贡献 到底是我们只是看他这个投资 一下子对今年这两年的 他GDP带来的影响呢 还是我们考虑到 未来他的维修 他的这个维护 但是我们的人民 仍然是很着急的 我再来念几个着急的铁子 裤裆加带子说 不能因为一次事故 就否定铁路的发展 应该检讨我们的体制 和管理制度 这个让我们高铁发展 更稳健一些 风中幽默 中国的高铁发展绝不能停 应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让中国的高铁技术 继续领跑世界吧 那么整蓝天下的阴霾 也说减速没有必要 国土那么大 就是需要快速的陆地交通 不像德日 中国还有春运 上亿的人们 期盼着早点回家 不过安全真的很重要 安全呢 其实呢 我们讲 有些社会进步呢 就会带来新的不安全的因素 你像去瑞士这个国家 看到很多这个 做轮椅的人 我都问这些 你这轮椅 你是怎么受的伤 是天生的 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 对 要不就滑雪 所以的 你滑什么雪嘛 你在家待得好好的 另外呢 就是 那些客人自由选择的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这个道理啊 还有中国这个 中国 中国这个 去年还有个统计数字 我觉得这个数字很有意思 叫什么呢 去年被狂犬病 被狂犬咬了 自死的人是2400多人 那是不是就应该把狗都打死 那这所以呢 我就说社会进步了 社会发展了呢 过去传统的一节 觉得是安全的东西 现在不安全了 好 有人回应黎伟你的观点啊 快嘴黎伟 你不要忘了 上次济南火车脱轨 也是由于超速造成的 那么 汉牛说 如果停下来 列车车次更多 汽车运力会更大 事故反而更大 对啊 如果你要坐火车的话呢 就可以把公路交通的 这个事故率呢 会降下来 中国是刚刚被印度追上 成了世界第二大 公路事故率的国家 原来长期保持第一 每年公路死亡十万人 那么 你任何一个交通工具 都没有这个公路交通 死的人多啊 现在呢 降下来的原因 有航空 能坐进飞机的人多了 不用 你别总数啊 列伟 你要看这个分母是多大 使用公路的人 远远大于使用铁路的人 你不要讲比例 你不能拿哪个绝对数出来 一千事件比 而且我刚才说过 第一点是 一个可避免 不可避免的事情 第二个呢 我们再看看这个经济效益 成绩之间的那个高速 铁路是最应该体现出 它的经济效益来的 像天津到北京 上海到这个南京 上海到杭州 武广铁路等等 但恰恰这些短程的 我们根本现在体现不出 它效益来 年年亏损 票价高 期高无比 下不来 上桌率很低 所以这方面我们真的 我的思考速度 不是说把这三百五减到三百 这整体的高速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需求 而且李卫尼也讲了 就是说运力的问题 有很多人都现在提出一个问题 是我是个普通收入的民众 高铁对我来说太贵了 不过 那如果你说你的目的是 要提升这个运力的话 普通人的这样一个乘坐的 承受能力的话 就坐公共汽车嘛 那你叫了高铁是为了什么 它是为了提升我们的运力嘛 让更多的人 比如说那个原来 它现在替代性很强 高速通了以后吧 那动车主机没了 对 或者动车主机 换了一个不方便的车站上车 这逼着你没办法 只能坐高铁 不是说你选择 有时候选择给不知道 不管是快车还是慢车 大家还是在呼吁安全 我们看一下 陕西6369 发来手机短信说 他说安全是中国高铁客运的前提 这个惨剧表明 中国高铁安全系数 仍没有过关 不是减速 而是要停运整顿 如果停运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么Superman 126 Superman 126说 关键是制度 采购招标管理制度 透明化监督 精细化管理 提高员工待遇等等等等 来保证这个 运动化 运动化 运动式的 大约进 不能运动式的 这个买保险 有个保险 你听我说 这个在室内办公的人 的保险就很容易买 室外办公的当记者 李伟 我们是在讲一个 你说什么呢 我就说 有两亿农民 离开家园 到外面 他就必须要说